1971年出生的李亚鹏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是正宗的科班出身 毕业后四年接演了内地的第一部青春偶像剧 将爱情进行到底 据众李亚鹏饰演的杨正 用情专一 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李亚鹏凭借此剧红遍了大江南北 成为了内地第一小生 其实李亚鹏的演技可圈可点 在2000年央视版的《笑傲江湖》中语曲情很般配 他也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视双十佳评选十佳演员首位 2003版的《射雕英雄传》 中拔顾进身上那种 憨厚老实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学历眼神慢慢都是爱意 2005年李亚鹏在郑当红的时候 选择和王妃结婚 婚后两人都有过幸福的时光 2006年直到了女儿李亚的出生 但应该是件幸福的事情 然而李亚先天缺陷纯烈 夫妻二人为了女儿到处奔波 还成立了慈善基金会 这是王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恋情 也是最长的一段婚恋 与德韦只待了三年 与谢霆锋加上所有的时间也不过四年 离婚后 李妍的扶养权归李亚鹏 那时候他们的女儿七岁了 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李亚鹏面向媒体都是显得很憔悴 甚至出现了出顶的状况 他已无心注意形象了 为了女儿 李亚鹏不得不振作起来 离开娱乐圈开始做生意 假如却被暴躯亏 投资生意最后已失败告终 那一段时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间了 不过苦尽甘来 如今的他终于站起来了 恢复了以往的容颜 女儿现在就是他的全部 虽然也过男人带着女儿很辛苦 但是他挺下来了 如今十一岁的李烟长的亭亭日历了 兔唇也慢慢的修复了 现在女儿被他带得很自信 跟健康孩子一样成长 当初娶了天后王妃的时候 一致被网友认为 是件女性上位的小白脸 她背负着太多的娱乐压力 然后她却依然保持一颗淡然的心 直到现在也是一样 她一直不振不强 离婚已经四年了 李亚鹏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她从来没有说过前妻的一句坏话 相反 现在还跟王妃有对朋友之间的联系 其实她值得拥有更好更优秀的女人 这是李亚鹏带上李英和母亲直飞美国 为她一百多岁的奶奶贺少 她在言传声教 而李英现在虽然跟着父亲生活 但是是一个很有礼貌 很有孝心的小公主 父亲把她宠上了天 谢谢 谢谢 谢谢